Hello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石家庄其实是一个名气不大的城市 但是一说到常山 肯定很多朋友都会不约而同的想到 长板坡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赵云这一生可以说是为汉士 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我们都说赵子龙是常山人士 那这个常山郡到底在哪呢 其实关于赵子龙他真正的这个故乡 一直也是有争议的 今天咱们就一块去探究一下 说到常山郡 首先就要说说他的前身恒山郡 恒山郡是秦始皇统一后首批设置的郡 距今已经有足足2000多年的历史了 也是当时北越恒山的所在地 恒山郡的名字一直延续到了汉文帝元年 后来为了避文帝留恒的会 改恒山郡为常山郡 治所呢设置在真顶 也就是如今的正顶 又过了60多年 到了汉武帝元顶四年的时候 把县制移到了如今的元氏县境内 汉代以来 常山郡常山国来回更迭 直到三国时期 又把治所移到了正顶 也正好就是这个时期 出了常山郡赫赫有名的赵子龙 其实关于赵云到底是哪的人 他的主要正义点就是在 他到底是正顶人还是元氏人 今天呢咱们就一块先去 元氏的常山郡故城 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 常山郡的成员遗址 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个夯土 它就是曾经的城墙遗址 我们现在来到的常山郡故城遗址 也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 西汉以来的常山郡的治所 从空中俯瞰 城墙的轮廓也是清晰可见的 常山故城原来是一个正方形 各边长1200米 占地144万平方米 城墙全部都是夯土城墙 这也是战国时期城墙的一大特色 就地取材 在山里呢是大青石 在华北平原上就是土 这里的夯土 每层厚5到10厘米 如今北城墙已经找不到痕迹了 东城墙我们还能看到完整的遗迹 满满的历史沧桑感 看似不起眼的成员 这里曾是当时 济中南地区 政治 经济 文化 还有军事的中心 也是省会石家庄的前身 至于赵云到底是哪儿的人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他是常山郡人 但是在原市的这座固城遗址 并没有任何其他的记载 当我来到这之后 还是挺让我惊讶的 让我没有想到 我们能想象 经过这么几千年来 到现在还能保存下来 这个成员遗址 肯定是已经给它保护起来了 但是我没想到的就是 我来了之后 发现不仅没有保护起来 而且周围还有这么多的垃圾 甚至于在我到这的时候 我都没有发现 我身边的这个夯土遗迹 就是曾经的成员遗址 像这样有意义的历史遗迹 是更应该加大保护力度 去给它保护起来的 即使是再过五百年 甚至一千年以后 也能让后人 再继续参观到 这样有意义的历史遗迹 今天通过我们的寻找呢 可以确定 常山郡就是在原市 难道赵云是原市人吗 我们接下来呢 会去正顶再去探寻一下 然后去揭晓真正的谜底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